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集会跟大家一次开三箱的iherb 其实我自己就不想分开三次去买 买开的都应该知道 它有些hot item是经常断货 我在5月和6月期间 分开了三次买才存齐了 一些想和大家分享的货 见到我陆续开箱的 有些货品是似曾相识 因为之前影片介绍过 我今集就不说了 所以今次影片分享的 当然是之前没介绍过 我用过又觉得值得推介的货品给大家 当然不少得在上一集的iherb影片 我说吃完这个NMM之后 告诉大家好不好 收到很多朋友DM或留言 问我吃成点 今集一次个分享给大家 今集这几箱东西我都有订到食物 都是用了补货 所以我就不特别说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条片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因为我都分享过很多在iherb里 订回来的食物货品 最近很喜欢用这一只洗头水护发素 见到它说是适合柔软稀疏的头发 和发质很塌不缝松的都适合 应该说是头一两次用完它之后 那个感觉已经比以前的洗头水很不同 最明显的是头发没有那么塌 是真的缝松了 而且很喜欢用它的护发素 因为我自己有漂过头发 其它的护发素用完之后都会比较粗 但用它这个护发素之后 那个头发是真的软了很多 顺滑很多 它本身就没有香味 洗的时候不会说很多泡 但你会感觉到洗完之后 头发是很干净 所以洗完头之后 头发会是很细 一定要用回护发素 不可以偷懒 我都是趁它有8折折了50元一支 性价比高 又抵用 所以用完之后 有折的时候 都可能入多几支 同一个牌子 我买了这一把是用来洗头用的按摩梳 这个比我想象中超好用 我现在天天洗头都有用它 我塗好洗头水之后 就是靠它按摩头皮 和顺便洗头 这个设计非常好 这样夹住之后 就算有洗头水也不会满手 这个尖尖的直胶 刷在头上 不会硬 不会痛 非常舒服 它没有分左右手 因为我左腰 用上去都很方便 除了洗头 平时我都会这样按摩一下头 尤其是头痛 这样擦一下头 都很舒服 真的有些感觉相逢恨晚 买完这个之后 又见到这一款 下次买完这个 试一下 接着就说说这几支我用的噴妆 有些是气味和容易入睡的东西 首先说说这支大大支的鼠尾草噴劑 它有120ml 这么大支 折了都是60元 之前在iHerb也有见过 用火烧的鼠尾草 但那些我就不想了 用这些噴妆就方便很多 有空就到处噴一下 淨化空气 有时个人头脑不清晰的时候 噴一噴 嗅一嗅这个味道 感觉到身体会自然放松了 所以很多喜欢打坐或者心灵的治疗师 都很喜欢用鼠尾草油 最重要是它的气味不是很浓烈 和不难纹 不过是噴头噴出来的水珠就比较大 这两支是可以帮助容易入睡的 右手边这支就是噴在枕头那里 左手边这支就是给小朋友踩的手腕那里纹 给小朋友用这支我就是送给人 我就不开了 小朋友用气味应该会再清淡一点 其实我应该买黄色那支集中精神 粉丝小温书或者我自己都想试用 这支用来噴在枕头用的分衣草精油 用了它是否真的可以容易睡着 首先说回我自己的睡眠质素 我又不至于失眠 但又不是说很容易就睡得着 还有是经常做梦的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我的感觉就是用完之后可以放松心情 但不至于说很容易睡得着 都一样经常做梦 可能我本身都很喜欢分衣草味 所以我都很喜欢临睡之前噴一噴 我就没有直接噴在枕头那里了 我就噴在床头或者窗帘部 已经闻到一阵阵的分衣草味 闻着这些气味然后放松心情就会睡得着了 除了分衣草味我都很喜欢玫瑰的味 这两支玫瑰水是用在面上 还可以有补水的作用 大支这支就是爽敷水 还有它都有噴妆有大支小支 我就喜欢用这一款倒在棉花上 然后就塗在面上 淡淡的玫瑰花味 除了补水之外我好喜欢它 一点都不黏 適合现在夏天用的 另外我就买了一支小支 有金油成分的 这个我就用了噴武装 因为我就放在床头那里淋睡前 噴一噴个T字位 因为这个位置经常出油 所以更加要保湿 尤其夏天经常开冷气睡 皮肤更加易干 和细脂方便带出街或者放在office用 不过夏天用我就觉得凉了一点 不过如果长期在冷气地方工作 又或者临睡前开冷气睡 噴一噴在面上 防止冷气抽干水分 这样用就正好多了 这里都是我在iherd买的护肤品 真的要慢慢试过才找到性价比高又便宜 最重要是觉得好用才分享给大家 就像这一块用来洗面用的清洁棉 我已经不停地买 买过10包以上 价格上升越买越贵 现在折了都要7元一个 用完干了之后它就硬身 但一放回到水里或者碰到水 它就会变圆 和好吸水 最喜欢用它用来洗面 用来抹走面上的面膜 或者我平时的洗面膏 感觉是柔软的 而且它也有去角质的功效 所以抹几下 就可以抹干净面上的面膜 和洗面膏 看到它吸水力都很强 所以面濕的时候 用它来抹干面也很棒 而且它是不会用几次会变形 会烂 所以它也很耐用 不过是卫生问题 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个身 最近买了这支爽肤水 噴下去是很大股酒精味 想提提大家不要买 不过最近我发现它已经停铲了 最近夜晚茶的眼霜 我就喜欢这一只 由小到大都很注重眼部护理 到了我这个年纪眼袋眼纹下垂的出现 逆灵抗皱这些眼霜就不可少了 这只眼霜声称有 是黄唇透明质酸维生素E B5 氨基酸 买它回来 看到我都差不多用了三分一 因为我喜欢用它 一来够滋润 塗下去之后薄薄的有一层油 它不是很油利的 但你感觉到有滋润的作用 所以我会选择晚上才用 用很少的份量已经足够 同一个牌子我买到它的面霜 这个是有透明质酸补水的面霜 这个都用了一个多两个月 差不多用了一半 除了透明质酸 它还有维生素C E B5 适用干性的敏感肌肤 我自己喜欢它就有很香的芬衣草味 现在夏天用相对会滋润 因为它都是塗下去之后 就会有一层薄薄的油 但就会很容易吸收 不会黏的 如果当日霜的话 冬天干燥时间用就刚好 所以现在我还是留下晚上才用 左手边就是用了这个面霜 右手边就是眼霜 塗在手里 都不会感觉到手很黏的 好快已经吸收了 最近极速回购的面霜就是它 买完60ml之后用完 发觉超好用立刻买枝大的 大点抵点 它就写早上和晚上都可以用 但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早上用 因为它的质地是水润的 很薄的 早上用就刚好 未试过第一次用的 当然买箱小的 这个小枝原价$147 但大枝多一倍份量 原价$200 即折了$86 真是超级抵用 它不会有香味 除了有透明质酸 可以补水锁水之外 它还有保湿的窩牛提取物 胶原性态和舒缓的绿茶 茶上面很快吸收 不会感觉到有什么负担 所以我很喜欢早上用它 因为之后还要塗防晒 这就是我早上和晚上的护肤组合 全部都是iHerb的产品 上一集就说了这两支 用完爽肤水就用一个精华 然后用完刚才说的面霜 眼霜我就不推介了 那我就快用完 下次再用好东西再分享给大家 晚上的组合就是这边 爽肤水是新买的 所以不做评价 另外眼霜面霜就刚才说了 就是这两支 至于精华 上一集也有提到这个牌子 我也用了它很多不同系列 很喜欢它大大支超抵用 又有不同的功效 那么多款之中 最喜欢就是这支太精华 因为它比较全面 除了擦面之外 连眼、颈部的幼纹都照顾到 整面都可以擦 维他命C 这些透明质酸 折了五十多元一大支 真是超抵用 所以这样的价钱 没理由不试完所有东西 我买下买下就买了这么多 在iHerb 里买过 用到清平的 怎会得这么少 不过是最近才存 就存了四样东西 最近吃的保健品 都是围绕着消化和益生菌类 其中有个是买给老公吃的 上集也有提过 我是很容易有胃气障和消化能力 都不是那么好的人 但是又不喜欢吞药丸 所以我是专供一些糖果类的补充粉 这种益生菌软糖 也是我最近经常吃的 差不多吃到见底了 我自己习惯每一天都会吃两粒 其实和食糖没什么分别 不过是重了少少胶味 但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的水果味都重 至于帮不帮助到去厕所 或者腹气腹脏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轻微 因为如果我严重起来 就要吃另外一会儿讲的那些 因为补充这个益生菌也有用 所以就算没有这个舒缓作用 我都会保持着每天都吃 上集不是说我吃开 这种小朋友版的消化煤吗 其实我有继续买 对这个牌子有信心 所以买了大人版的消化煤 当然最重要的不用吞药 它也是糖 可以咬碎它来吃 而且它是铲味 少少甜 好容易入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像我这样 不是每天吃 千万不要买太多 像这个60粒 我吃到最后的已经潮了 成人版这个只有30粒 每次还要吃2粒 应该很快就会吃完 而且最惨的就是 在吃饭之前要吃 通常我都是吃完 感觉到胃脏 我才会吃这些消化煤 就不是说是继续吃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分别会不会有不同 我试过有一次吃完饭 都是觉得胃顶顶的时候 就吃了2粒 已经可以舒缓到 暂时感觉都是帮到我 为什么又会试这种消化煤 话说小朋友那种 曾经断过货一排 我买不到 就唯有买这种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是糖 不用吞弱丸 又是咬碎可以吃 最初吃头那一两次 味道感觉是怪怪的 不容易入口 不过吃下吃下就惯了 只可以形容它是有香蕉味 不是很甜容易入口的糖 好了 现在就说一下 我吃了这个NMN之后 感觉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知道 这个价钱相对比较便宜 三百多元就有一瓶 所以它的剂量相对低 我不是日日吃 头两个星期 大概一个星期吃五天 但已经有几样东西 是很明显有改变的 最明显的第一样就是我的指甲 我很容易就会断甲 所以我永远都留不到指甲 吃了它之后 指甲没那么容易断 就可以留到指甲 这个是真的很明显 第二样就是即时的反应 就是吃完之后那一天 会没那么累 尤其是MNN 或者前几天 个人很累的时候 吃了它 那一天是会精神很多 讲开M 平时都有M痛 吃了它之后 那个月就减轻了 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 至于肌肤上的东西 就没有太大明显 因为始终吃的时间比较短 比如说是纹 或者是会不会面油少了 就分别不了了 今集就说到这么多 其实我就买了很多新东西 没试过 试过好用的会继续分享 尤其是右上角金色这盒 B5的旅行装 来到旅行会用它 如果好用的都会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盒真是超划 最后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让我知道 记得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集再见 Bye